蝴蝶在原住民的眼中同时也是一种福气的象征 台南市自然史教育馆目前展出蝴蝶特展 以奇幻导之蝴蝶旅行日志作为策展主轴 阐述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以福尔摩沙著称的台湾 所拥有的丰富蝶种及独特蝶史 以及人蝶之间的微妙互动 蝴蝶福尔摩沙特展也是科博馆所办理的自然史教育馆一个巡回展 在我们台南自然史教育馆的蝴蝶展是属于小型的展示 虽然里面一小型展示可是内容也相当的丰富 那福尔摩沙特展是以蝴蝶福气的蝴 这蝴蝶我们是以人文跟自然生态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 从我们普太人说我们这个福尔摩沙是一个漂亮的美丽的岛屿 所以在我们台湾有很多这些蝴蝶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展示里面呢除了人文的介绍以外 也有蝴蝶的它的一生它的整个生产的过程 还有一些它为了求生存的拟态 更是有介绍的这是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个宝育 让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漂亮的岛屿有更多的蝴蝶生态 让我们能够来欣赏这漂亮的蝴蝶 在这大自然当中飞舞 展览共规划人与蝴蝶 认识蝴蝶 研究蝴蝶 文化蝴蝶和宝玉蝴蝶等五大主题 其中认识蝴蝶的主题 设有蝴蝶的互动图像式检索 让民众能将户外所看到的蝴蝶 依照颜色图文等外观 来迅速得知蝴蝶种类与名称 深具教育意义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